我最后一天的妈妈救救我 妈妈救救我 很好没有错 我放心你没有回来 牛逸去了柬埔寨 一开始还传讯息 后来却音讯全无 妈妈即便担心 却没有一开始就报案 好怕错过黄金救援 但一等再等 恐怕就是因为这个观念导致 开厕所吧 我报个案 我儿子找不着了 我们制度规定 24小时之内 失踪人口不会立案 老师听到有人说 失踪得超过24小时 才能报案吗 许多人从小重在心里的观念 现在却被狠狠打脸 在我国的法律上面 并没有限制失踪 一定要满24小时才能报案 已经认定自己的家人 或者是朋友 有失踪这样的状况 只要减负相关的文件 就可以赶快的向警方 来做失踪的报案 不但没有限制24小时 才能报失踪 甚至还建议一定要尽快报案 否则随着时间滴答滴答过 尤其这些人 恐怕早已陷入危机 尤其是小朋友 他可以在很短的时间里面 把他变装 头发剪掉 衣服换掉 24小时 你也就被送到国外去了 若是老人家失踪身体不好 时间一拖恐怕还有生命危险 所以无论对方是为了 少点案件 轻松点 还是避免误报乌龙 下次只要听到 失踪24小时才能受礼 请告诉他 我可以立刻报案 记者杨洁 黄玉兰 特別报道 我是陈居庚 从踩在风災的摊方断桥 到卫星云图背后的天气预报 棚内棚外的采访播报经验 持续冲击火花 督促我们报道真相 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并且开启叫我铃铛喔